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属于缅甸第二城市曼德勒 位于缅甸北部 省会曼德勒作为缅甸第二大城市 其实跟我们的四五线城市差不多 莫谷在缅甸都排不上号 你可以想象当地的生活环境并不算太好 但这块小小的山谷却蕴含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宝石矿脉 一直是世界上最优质红宝石 如歌雪红 名贵品种的最重要的来源 红宝石以璀璨 快力 拥有华贵而致敏世界 而世界上顶尖的红宝石都是出自莫谷小镇 它们曾作为皇冠 塔式的装饰 成为全市的象征 莫谷的矿脉被公认为世界上年代最久远的一处红宝石矿脉 其 宝石矿多 是由于几百年前的火栓喷发出的高温 岩石 冷却后遇到地下变质岩 相互作用而成的 毫不夸张地说 这片山谷除了祖母绿和钻石没有之外 其他各种你听过的 没听过的都有可能在这里被找到 莫谷小镇有大小宝石矿一千三百多座 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也最危险的红宝石矿井 分为露天矿和宿井两种形式 而莫谷的红宝石和尖金都主要复存于变质成荫的大理研中 所以挖出来的除了方解石还是方解石 到处都是方解石 整桌上都是方解石 白花花的方解石 莫谷小镇矿场丰富 甚至出门都能挖到宝石 按照莫谷镇优良的品质和高昂的价格 挖到一个红宝石 就能变为富翁这个说法 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人们对寻宝石乎永远有高涨的热情 而在莫谷约有五十万人终身从事寻宝石的工作 人们怀揣挖到顶子 宝石的梦想 日日开挖寻找 一旦挖到 他们将变身富豪 在外人看来 莫谷是一个离财富非常之近 且人人都是土豪的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去莫谷尝试一下一夜暴富的感觉呢 好了 这期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关注按钮